近日,有媒体拍到舒淇和冯德伦,现身郑一剑在香港体育馆举办的演唱会,引起网友们热议。 当天舒淇身着红色休闲衫,带同色棒球帽和粉色口罩,手持郑一剑的应援影光棒。 冯德伦也是一身灰色休闲卫衣配黑色口罩。 看得出此行非常低调,两人依靠在一起甚是亲密。 被人发现后更是大方接受拍照,即使戴着口罩看不清面容,但两人的眼神也流露出甜蜜。 舒淇也在个人社交平台晒出看演唱会的记录,她配文道。 慢慢回忆,手手经典,绿婷好友正意见。 同时还配上了自己和冯德伦的自拍。 画面中冯德伦长进,舒淇凑向冯德伦,露出一抹相间,眉眼带笑。 冯德伦分享的照片则是第三人视角,第一张照片中显示是她。 舒淇以及知名摄影师刘伟强三人合影,然而第二张照片中她却截掉了刘伟强。 只露出自己和舒淇,直男的秀恩爱小心思真是非常可爱呢。 舒淇和冯德伦结婚以后非常低调,很少在社交平台上透露两人的近况。 但舒淇是一个喜欢分享的女生,从她的分享中我们总是能窥见一些二人的恩爱日常。 此前舒淇就在个人社交平台上为冯德伦庆生。 配二人亲密合影一张,舒淇抱着冯德伦嘟起嘴巴开心比叶,文艾似小女孩般可爱。 还夸冯德伦帅过刘德华,戏比良朝伟,可见两人爱之深情。 从舒淇活泼的语气和可爱的神态可以看出她是一个心态年轻,甚至非常有娇羞少女感的人翻看舒淇的个人社交平台。 我们发现她还是一个可爱有趣并且接地气的人。 比如她就曾转发演员张静怡的动态催更电视剧,并且亲密地喊她小猪猪。 可爱的昵称配上委屈的小表情非常逗趣,还会因为追剧哭到眼睛肿。 罪魁祸首则是此前热播的电视剧人世间,不过还好因为隔离不用上镜,没有影响到她的正常工作。 除了热播电视剧,年轻人喜欢的热门综艺舒淇也没有落下,乘风破浪的姐姐也是舒淇的在追名单,她还在账号上点赞参赛明星王子玄的动态。 用行动来支持自己喜欢的选手,为综艺上头的她真有点小迷妹的感觉了。 追剧娱乐自己的日常生活之外,舒淇也非常关心社会事件,她会利用自己的明星影响力和号召力去帮助遇到困难的普通人。 此前任仙齐曾在骑行路上偶遇了一位苦寻失踪孩子的父亲,她热心地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助其寻子,舒淇也积极转发,号召大家都来帮忙。 舒淇年轻的心态不会让人觉得是还未成熟的幼稚感,而是一种在经历了岁月悠悠之后仍保有童真的年轻自洽。 我们也可以学着像舒淇一样,多去学习和接受新鲜事物,保持年轻的心态。 也期待舒淇分享更多她的有趣日常,让我们能从她的幸福美满中获得向上的力量。